刘培圆的英文秘籍 新闻英文一多读 第十三集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先念一下 这是标题啦 但是标题比较长 那我念的时候你也跟着念 或者心里看看能不能看得懂的意思 看得懂多少 Raphaeli Esposito The 19th century Neapolitan credit withinventing Ehlers's most famous type of pizza Membe Turner and his grave Ram is the new inventing machine which slice out the freshly cooked pizzas in just three minutes Bars using the Fleming Red and Mystica pizza machine can change for different kinds of pizzas Costing from 4.5 to 6 euros The machine nets and tops the dough and customers can watch the pizza cook behind the small glass window It looks good but it is much smaller than in the restaurant and there is less topping saed Claudio Zempiga, the pensioner Gina, the pensioner who declined to give her surname rejected the concept of right Terrible Pizza really needs to be eaten hot immediately It doesn't work for me she said 我们这个 从上一集开始 我们就做了一些 这些彩色的 这什么意思呢 绿色字 就是它动词 一个句子动词 但有时候看一个句子 可能不止一个动词 可以的 我们待会再去讲什么状况 绿色字就是动词 蓝色字呢 就是主词 像这个第一句呢 有两个句子嘛 两个句子 所以它有 第一个句子有一个动词 但第二个句子 居然有三个动词 那 这两个句子 各有一个主词 那这个 橘色字是什么 它就可能是连接词 可能是关系代名词 就是它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 在文法上特殊的意思 所以我用橘色字 你看这边有一个 这个 第二个就是 第二段话就是一个句子 一个动词 一个主词 那你说那这边 还有什么 黑色字就是子句的动词 子句动词 所以一个句子 可以有一个主句 就我们就讲一个句子 那其实就是一个主句 那也可以呢 一个主句 加上一个子句 当然有很多变化 也可以一个主句 加两个三个四个子句 也可以是一个句子 有两个三个主句 再带几个子句 这个千变万话 那主句就主句 子句就子句 子句是补充性的 次要的 文法上它是次要的 主要是主句 所以这个第二段话 这个句子呢 你看一个主词 主词可以是一个字 也可以两个字嘛 而且它是它的名字 所以名字有两个字 所以两个字是主词 动词在这边 那它的子句呢 因为这个一般讲话 讲的内容就是子句 那子句呢 它这个有三个动词 子句也是一个句子 只是它是像儿子嘛 它是附属的 一个补充性的 它有三个动词 那为什么三个动词 因为连接词可以连接 我们待会儿再细讲 然后你看第三段话 它有 它有这个等于是 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它的主词 蓝色字 绿色动词 第二个句子呢 主词 动词 然后它又是讲话嘛 讲话的内容就是子句 所以它 这个两句话又各有一个 子句动词 它是文法结构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看意思 Refeli Esposito 就是人民啊 意大利人民啊 意大利人民啊 意大利人民就是这个 常常英杰是中英杰 第二个英杰 这个人呢 是什么人 19世纪 19世纪 19世纪呢 一个 Napolitan 这个拿破里 就是我们讲 拿破里很有名的 拿破里披萨很有名的 Credit就是灌上名字 灌或者加分 就灌 以它为名啊 就加分了 就是它被公认是这个 inventing 发明了意大利的最有名的Pizza 加分了 就灌名啊 Credit这个字也不好去解释 就是加分啊 灌名的意思就是 就是它被认为是 这个发明了 意大利的Pizza的发明人 这个意思 Maybe turning into his grave grave就是坟墓 从坟墓里面跳起来啊 它明明死了啊 19世纪嘛 死了一百多年了 怎么跳起来 所以英文里面的 这个 冒号就是补充说明啊 补充说明 因为呢 罗马 就是意大利首都罗马 它有一个新的vending machine 就是自动贩卖机 罗马现在新推出来自动贩卖机啊 这关系代名字watch 就代表vending machine 它可以slide slide就滑 也可以当名字动词 就滑出来 因为这种贩卖机东西 贩卖东西 你钱投进去 它丢出来 滑出来嘛 从那个孔里面滑出来 可以滑出来 这个跳出来 这个新鲜的 新鲜的 煮过的 新鲜的 烹饪过的 披萨 比萨 就死了嘛 从蜂蜜跳起来啊 为什么 吓一跳 为什么 这当是夸张性的讲法 文学性的讲法 因为罗马现在推出来一个自动贩卖机 居然可以卖这个披萨 披萨就跳出来了 你投钱就可以买这个 所以这个人跳出来 哎呦 我以前花了很多时间 现在连披萨 自动贩卖机 都买 吓一跳 从坟墓 惊吓起来的意思 我们看第一段 巴尔就是 买的人 就是自动贩卖机 投币 顾客 可以用这个 使用 Flaming Red 就是 Flaming就是 就是火光很热的 Red就发红了 热的发红 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名称 Mystical Pizza 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 自动贩卖机呢 因为它可能 标志啊 标志就是 用鲜红色的 像火光的这个 作为它的标志 这自动贩卖机 它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 从这个四种不同的 不同的Pizza 可能是不同口味吧 不同口味的Pizza 那然后每一个呢 就是可能 Costing就要花多少钱了 从4.5到6欧元 哎呦 这不错啊 自动贩卖机 可以选四种口味 这个 投币以后 就可以跳出Pizza出来 不错 然后一个就是 4.5欧元到6欧元之间 这个Machine 就是自动贩卖机 Nets Nets就是揉啊 我们说揉面 我们说做面包 做油饼 先揉面 就是Nets 就是揉面 And Top Top本来是上面啊 它可以当动质 就是装馅料 加馅料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也特殊 我们要学一个用法 就是在上面加料 加这个豆 就是加在这个面团上面加料 就是Pizza嘛 你先揉面嘛 面揉好 你要加那个什么 加那个起司啊 加这个番茄酱啊 加各种海鲜啊 或者肉啊 这些做Pizza 然后呢 这个Customers 顾客呢 就可以看 Watch 可以看 看这个Pizza 在里面烹饪 在里面烤 透过一个 别害在后面 透过小的玻璃窗 哎 这个很特殊啊 自动贩卖机 你头衔进去以后 它居然可以在里面揉面啊 加料啊 然后 过个几分钟啊 过几分钟就可以跳出来 有Pizza 可以吃了 这很棒 那我们分析它的语法结构 你看第一个句子到这里啊 它主词是Bias 它动词是Choose 就很简单 那第二个句子呢 主词是Machine 它动词为什么要三个呢 因为这个and叫对等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可以接子句 也可以接子句 也可以接这个单字 或Ping 包三包四什么都可以接 意思是什么呢 前面主句 它后面有主句 前面子句 后面子句 前面是单字 或者片语 后面也是单字 或者片语 可是为什么有三个 因为它有两个and的接啊 所以叫对等连接词 那如果重属连接词的话呢 像which 一般的which where how 这些东西呢 它就只能接子句 那关系代名词呢 也是只能接子句 所以它因为是对等连接词 所以它 你看第一个动词是net 去揉面 以及去加馅料 以及顾客可以 所以这个也是双主词啊 所以这个customer 也是 也是 也是主词 所以它这一句就比较特殊 一个句子里面呢 也不过两行多 两行左右 可是它有两个主词 三个动词 都是主句 所以一般文法书都是讲纸句 很少在讲主句 其实主句 句子当然就是主句啊 但是不会去讲主句 但是有时候它句子里面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 怎么又跑出来 子句 那相对子句就叫主句嘛 可是一般文法是奇怪 就不太讲主句 都是讲子句 可是主句它怎么是子句呢 所以这是一个盲点啊 所以我这个特别把它讲出来 这是主句 有的后面才是子句 就是辅助的 说明的 补充的 补语 说明的辅助 那才叫子句 然后再看下一段 他这个人说 所以我们说什么东西 他的主词在这里 这个人名 一个人 他说 然后这个 说的引号里面 就等于say that 他就省略掉that 也不是省略啦 就是用这个引号来代替 所以后面都是子句 所以子句 它的动词用黑色字 那主句就不飙了 那为什么它好几个呢 有好几个动词 子句动词呢 因为他也是用对的连接词 but int but or for 这些都是叫做 对的连接词 都对的 前面是什么 后面就是什么 所以这个人说呢 他是一个pension pension本来是 退休金啊 就是 退休金的 就拿退休金 就是退休人士啊 一个退休的人讲说 他的反应 他看起来很棒 但是这个 这比较小啊 小很多啊 比在餐厅小 因为可能贩卖机啊 他这个空间有限 就做小一点 比较浓缩版的 精华版的 袖珍版的 而且限量比较少啊 当然他这个 作业空间啊 或者技术的问题啊 还有他售价的问题啊 一些方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顾客就反映说 这个蛮新鲜啦 可是他这个比较小啊 然后他限量也比较少啊 就说有些缺点 然后这是啊 让Gina啊 又是另外一个 他也是一个退休人士啊 因为退休比较无聊嘛 去买啊 刚好两个退休人士 也是拿退休金的 就关系代名词啊 所以关系代名词啊 后面带子具啊 是子具 所以子具就不是主要动词 所以用黑色词啊 但who就代表这个Gina啊 他拒绝啊 不透露他的姓啊 所以英文是名字叫given name 给予的名字啊 性就是son name 或者family name 就是与神俱来的啊 就像我们姓嘛 我姓刘嘛 这个儿子孙子叫姓刘嘛 那名字可以另外取嘛 这个意思 他拒绝啊 这个概念啊 就是这个自动贩卖机概念 outright 就是非常拒绝的意思 他就说了 Terrible太糟糕了 披萨这个东西应该要需要 马上要吃很热的 也许贩卖机卖出来 他应该刚做出来也是热的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 没有去买不知道 也许出来没那么热啊 应该马上吃热的啊 所以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我 因为他可能出来觉得没那么热啊 这详细情况搞不清楚啊 所以他两个句子 所以他第一个句子 主词是Gina 而动词是reject 那子句 带出来子句 关系带名词是who 带出来子句的动词用黑色字 这是我的方法 别人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第二个句子是主词p字 他的动词呢 这边没有标出来啊 动词是eaten 动词是eaten 那这个b动词呢 就退位成助动词了啊 所以这个nees也是助动词 b本来是原型动词 因为他后面只要是跟动词 他就退位成b动词 退位成助动词 因为助动词是助理嘛 代理嘛 辅助嘛 他就不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以真正有意义的 因为这eaten吃嘛 才真的有意思 这个b就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第二句子主词在pizza 动词在这边 那这边有三个句子 第三个呢 就是他说 主词是他 所以主词可以是名字也可以代名字 说 然后后面就等于say that 后面跟那个子句 子句我们这边就 子句其实他的主词是this 我们就不标出来 不然太复杂了 don't just work 这个标准是 这个助动词 所以他拒绝 他说很可怕 这个pizza应该要马上热热吃啊 所以这个并不适合我 他说这一篇 这一篇的新闻 好那这样我们都了解 意思也讲啦 文法结构也 也讲清楚 我们再念一遍 那这时候你就比较了解 万一我很多视频都比较 讯息量比较大 如果你一下子一起 觉得好像没有看很清楚 你可以 再回头看 但是不要马上看 隔一段时间再重看一次 会效果好一点 好这之后可以尝试跟我念一下 也讨论 尤其是 Eatly's most famous type of pizza may be turning its grave Rum has a new vending machine which slice out freshly cooked pizzas in just three minutes Bios using the Fleming Radomistical Pizza Machine can choos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pizzas costing from 4.5 to 6 euros The machine nets and the tops to dope and customers can watch the pizza cooked behind a small glass window It looks good but it is much smaller than in a restaurant and there is less topping said Claudio Zempiga, a pensioner Gina, a pensioner who declined to give her surname rejected the concept outright Terrible! Pizza really needs to be eaten hot immediately But it doesn't work for me, she said 那这样我们就更了解 那你看我视频要回馈我 就方式很简单 就把我15个YouTube频道 一口气 花个两分钟时间 全部都按订阅 这期讲到这里